1992年,我和我的双胞胎妹妹在一个贵州的贫困家庭中出生 在我们出生之前,家里面就已经有两个姐姐了 在当时那个重男轻女的农村社会中,只有生的男孩才能算是完成任务 但家里穷到根本无法养活四个孩子 因此,我的妹妹被送到了邻村一个没有女儿的家庭 至于抱养我的人,则是一个50岁的单身老光棍 我的养父住在福州,是一个远房亲戚的亲戚 生活懒散,吃喝嫖赌,样样精通 就这样的一个男人,怎么可能适合抚养一个嗷嗷待哺的小孩子呢 幸亏有他的老母亲,也就是我的奶奶 第一次见面时,我七个月,奶奶70岁 据说,那时我又瘦又小,像只小老鼠,身边人都劝奶奶说 这孩子肯定养不活,就不要浪费口粮了 奶奶说,到了我家,就是我家的人,无论如何,我都会将他养大 奶奶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我的养父是老大 也是最不争气,最让奶奶头疼的那一个 抱养我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以后给养父养老送终 我的那两个叔叔,对抱养我这件事是不满的 家里本来就穷,何必再养个外人 可奶奶坚持说,有我一口吃的,就不会让丫头饿着 这些,我是听我姑姑说的,在姑姑的描述里 奶奶是力排众议,我才可以留在这个家 可我压根就没感受到奶奶对我的爱啊 相反,她是对我最苛刻的人 二叔和二婶在外打工,堂哥堂姐也是跟着奶奶生活 加上我,奶奶要管三个孩子,小婶是自己在家带堂妹 所以她觉得奶奶偏心,没帮她干活 于是我就遭殃了,每天放学回来,都有做不完的家务 不仅要帮奶奶上山找柴火,挑水洗衣服 还要帮小婶做活,和堂妹闹矛盾时 奶奶从来不问对错,先打我一顿再说 过年压岁前,我的从来都比堂姐她们少 我和堂姐同级,上初中后开始寄宿 我的生活费永远只有她的一半 我清楚地记得每个月是十块钱 扣除来回车费三块 剩下七块钱还得留一些用来买学习用品 所以我时常吃不饱,而堂姐还有余钱买零食 我对奶奶是有怨恨的 二叔二婶从外地回来的时候 她从不让我上桌吃饭 而是让我一个人单独在房间里吃 每次我都是哭着吃完 她时时刻刻都在提醒我 我和堂哥堂姐她们不一样 我是寄人篱下,我不是这个家的人 给我是情分,不给是本分 我要想在这个家待下去,就必须谨小慎微地努力干活 所以奶奶养大了我又怎样 终极目的只不过是为了养父 为了我去给她养老送终 我在这个家里,只不过是个丫鬟的角色而已 这样的情绪很复杂,在我幼小的心里 她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亲密点的亲人 旁人对我不好,我觉得人之常情 可奶奶对我苛刻,我接受不了 我哭着闹着指责过奶奶偏心 奶奶并没有哄我 她只是看了我一眼说 这钱是二叔给的 理应堂姐优先,你有什么好委屈的 是啊,我没有理由抱怨 要怪只怪我的亲生父母把我带到这个世界 却对我不闻不问 要怪只怪我的养父 想要我以后养他 现在却游手好闲 到处逍遥快活 根本就没钱养我 他甚至还想把我拿去卖钱 一切看起来很讽刺 我困在这样的怨恨里 感受不到爱 我有了轻生的念头 我甚至去执行了这件事 那是应该十三四岁吧 我清晰地记得是暑假 不知道听谁说 吞下口香糖就会死 于是我悄悄去买了口香糖 我还像模像样地 给奶奶留了一封信 只有五个字 奶奶,永别了 然后在那个有知了 再生生叫着夏天的午后 我穿好衣服躺在床上 下了很大决心 吞了口香糖 不知道过了多久 我迷迷糊糊听到奶奶在喊 丫头 赶紧去找柴火 还躺着干嘛 我一下子惊醒 掐自己的手 原来没死啊 那一刻 听到奶奶熟悉的声音 不知为何 突然觉得 活着的感觉真好 我悄悄撕掉了那封遗书 跟着奶奶出门干活 这件事 我没告诉过任何人 我只是没想到 在我怨恨奶奶的时候 其他人却觉得 奶奶最疼的是我 堂哥比我大十岁 已经参加工作 可能因为带了十岁 他不会像堂姐堂妹那样 欺负我 相反还挺照顾我 有一次他放假回来时 和我聊天 说 小妹 很羡慕你啊 奶奶最疼你了 我听了觉得是 天大的笑话 奶奶从小那么苛刻我 怎么是疼我 堂哥说 你不觉得奶奶很奇怪吗 他对我们几个都很客气 对你却总是特别严厉 是啊 因为我不是这个家的人啊 我只是用来给他儿子养老的 当然要物尽其用 不停压榨我 我以前也这么觉得的 但现在想想 其实奶奶是在用他的方式爱着你 开什么玩笑 奶奶爱的永远是你们这些亲生的 我说真的 你想想看 他一个老人家 没有任何收入来源 大伯又没钱 只能靠我爸还有小叔给的钱来养活你 那么怎样才能保全你呢 肯定是要让我爸还有小叔他们觉得 多你是有好处的 你可以干活 你很乖 后来堂哥还说了很多话 我呆立在那 脑海里浮现出过往的很多画面 最深刻的记忆 是奶奶为了我 和他儿子打架 我的养父 他真的是个糟糕的父亲 每次赌博输了 就想把我卖掉 用来换钱 奶奶跟他拼命 他说 只要我活着 你就别想把丫头卖掉 除非你打死我 为了防止养父半夜偷袭 奶奶通宵达旦不睡觉 守在我的床前 防止我被偷走 养父不仅自己混 还有一些狐朋狗友 有一次 奶奶去了姑姑家 养父的一个朋友 来家里找他 见家里没大人 就跟我聊天套近乎 他说 我家有很多铅笔本子 可以送你 跟我回去拿吧 我就信以为 真的跟着他去了 他家在隔壁村 到家后 他将我关在屋里 我吓坏了 对着窗户大声喊叫 引来一群人 他才没敢对我怎么样 我一个人沿着小路走回家 一边走一边哭 走着走着 裹着小脚的奶奶 突然出现在我面前 原来奶奶从姑姑家回来后 发现我不在家 问遍了邻居 得到一些线索后 翻了两座山才找到我 她的衣服被刮破 头发也乱得不像样 她将我紧紧搂在怀里 然后又开始打我的屁股 她说 你怎么能随便跟陌生人跑呢 要是弄丢了你怎么办 我回的是弄丢了也没事啊 反正你还有那么多孙子孙女 是的 过往的岁月里 我什么事都跟奶奶对着来 我觉得她偏心 对我不好 可是就像堂哥说的 她对我的爱 都藏在西枝末节里 这些年 每天睡觉前 是我最幸福的时光 奶奶会偷偷塞东西给我吃 这是堂哥堂姐她没有的 然后躺在床上 我教她普通话 教她英语 唱歌给她听 她听不懂 却听得很认真 而当我跟她普及宇宙知识时 她会一脸惊讶地说 真的吗 真的吗 像个还没长大的小孩 很多过往在这个夜晚扑面而来 可能是堂哥的那番话 点醒了我 也可能是因为之前用这种幼稚的方式死过一回 我对奶奶的抵抗情绪好像少了一些 奶奶对我苛刻 并不是不爱我 而是用她认为对的方式 护我周全 我像是一夜长大 理解了她对我的爱 而她好像也老了 有什么事还和我商量 我温和了一些 也开朗了一些 可高二那年 我的人生再次斗转直下 拐了个弯 这一年 养父做奸犯科 被关进大佬 也是在这一年 二叔和小叔的生意失败 家里更加拮据 他们的意思是 让我不要再上学了 那时我在重点高中 成绩特别好 我做梦都想上大学 可现实是 他们都不肯出钱了 除了是真的没有余钱 还因为他们担心 万一我学历高了 翅膀硬了 就会离开这个家 奶奶很着急 她去求叔叔和姑姑们 但无济于事 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太太 能有什么办法呢 而且自从有次 不小心摔了一脚 她的身体美框欲下 她说 丫头 你的命不好 奶奶帮不了你 但只要你肯努力 一定能有口饭吃 很平常的话 我听得哭了 如果不是奶奶 我想过逃离这个家的 可我舍不得他 于是我辍学 进了工厂 三年后 开始做房地产销售 然后认识了葛鹏 葛鹏对我很好 但他家是真的很穷 所以养父还有叔叔们 全都反对 我和葛鹏在一起 只有奶奶说 鞋子合不合脚 只有自己知道 只要你喜欢 奶奶就支持你 奶奶给了我勇气 我嫁给了葛鹏 没房没车 也没有彩礼 他们都说 我没良心 至少要收点彩礼 来孝敬奶奶 但奶奶说 丫头还不孝敬我吗 她赚的钱 都给我买吃的穿的 什么时候回来看我 你们呢 叔叔婶婶们 被怼得哑口无言 我长大了成家了 奶奶有了怼 他们的底气 十七年的时候 养父病危 一度到了生死的边缘 我倾其所有的积蓄 将他从死神那抢了回来 然后负债累累 这件事 让叔叔他们 对我刮目相看 我没告诉他们的是 我对养父好 是因为奶奶 我不想让奶奶白发人 送黑发人 我以为我还有足够的时间 来孝敬奶奶 对她好 可是我长大了 也就意味着奶奶老了 她得了阿尔茨海默病 我一直记不住这个病的名字 但我真的不想说 奶奶老年痴呆 我讨厌这四个字 我用了很长时间 都不肯接受这个事实 那次是中秋节 我和葛鹏带着孩子 回去看奶奶 晚上我挨着奶奶睡 可是凌晨四五点 我还在梦里 迷迷糊糊闻到米粉的香味 正困惑时 看到奶奶走进来 说 丫头赶紧起床了 奶奶给你做了小米粉 我说 这么冷的天 你起这么早干嘛呀 奶奶呆呆地看着我说 丫头你待会要去学校了 我怕坐晚了你来不及 我笑着说 奶奶 我去什么学校 你是不是在做梦呢 赶紧来睡觉 以前上学时 奶奶每天早上 都要给我做米粉 我以为奶奶 可能是一时记错了 后来才知道 那时已经是 阿尔茨海默病的开始 她开始忘记很多事 也忘记很多人 到后来 忘记了所有人 包括她的儿子 女儿 孙子 孙女 唯独记得我 我回去看她的时候 她像个小孩那样 跟我撒娇 丫头 我想你 你会不会想我呀 我说当然会呀 而我每次离开时 她总是眼含泪花地 拉着我的手不放 一直念叨着 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奶奶给你做米粉哦 而她生病不肯吃药时 叔叔他们就骗她说 你要是不吃药 小鸭就不回来看你 她一听 立马乖乖配合吃药 我听到这些的时候 难过得不知道 怎么办才好 但事实是 奶奶的情况越来越糟糕 她慢慢也不记得我了 只记得记忆里的丫头 这个世间最无助的是 也许并不是死亡 而是最亲最爱的那个人 正一点点地遗忘这个世界 而你却无能为力 我回去的时候 姑姑指着我问她 这是谁 知道吗 她茫然地看着我 呆呆地没有回应 姑姑给她提示 说是小鸭回来了 奶奶说 不是啦 我的丫头还在读书呢 还没放假呀 等她放假了 我要给她煮小米粉 她最爱吃了 有那么几次 奶奶又突然记得我了 别人指着我 问我是谁的时候 奶奶笑着说 这是我的心上人啊 我放在心肩上疼的人 跟我的命一样 大家都被她逗笑了 我的眼泪 却不听使唤地往下掉 奶奶一本正经地问我 葛鹏对你好吗 孩子乖不乖 听不听话 钱多钱少不重要 重要的是 一家人要开心和睦 知道吗 我一个劲地点头说 好好好 奶奶 我听你的 这一年 奶奶98岁 我28岁 从我七个月进 这个家门开始 奶奶一直叫我丫头 现在她正在一点点 忘记这个世界 却一直没有忘记 小时候的那个丫头 98岁的奶奶 总是对所有人说 我是她的心上人 其实她也是住在我心肩上的人啊 是我人生里的宝 是我的救星 无法想象 没有她 我会怎样 所以我最亲爱的小老太 忘记我没有关系 只要我回去的时候 还能看到你 我在这个人间 就还有最珍贵的念想 我可以请大家